好,接著就套一個輕小說的動畫作品 龍陽七七七的寶藏 我不介意這個名字長的,其實這個名字的確有出這麼長的 他也能點到題 他叫做《埋藏金》 日文的案子 寶藏好一點,因為很新的裏面它叫寶藏 寶藏不是寶藏 寶藏不是寶藏價值一千萬的寶藏 我相信不止一千萬的那些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那些《多拉丁門》的東西 提過之前的故事其實就是 一直來講的套路都很簡單 其實很固定的,頭幾集全部都很固定 都是在這個冒險部 不知為何他們找到《映斯達》 這一部份從來是整個...我沒有看過原作的 但至少在動畫裏面 是從來沒有講過那些情報究竟是怎樣得來的 搜尋這個google 他問777 喂? 什麼?給點顯示 他是知道地點才問777 應該這樣說吧 整個故事裏面 777是知道他所有 他自己找回來的寶藏 再藏在什麼地方 正常 但問題是怎樣知道他什麼A地方有寶物 他怎樣知道呢? 這個情況他們不知道 我想說隨便一塊地方 我那塊地方就會提供這些情況 反而我覺得少了一種尋寶味 因為尋寶味開頭就是 你要靠一些很零碎的資料 去找到那件寶藏究竟在哪裡 還有從而有一點很重要 無論是看電影 一些盜墓片 或者其他東西 其實他這裡會有一件 所謂那件寶物的背景 或者背後一個可歌可歌的故事 但當然 因為本身會沒有這件事的原因 其實我都一定程度有理解 因為這件事 是可歌可歌的故事 已經被777 已經不是放在原來的地方 所以其實可能是一個 如果777沒有完整去還原 整個他經歷拿這件寶藏的陷阱的話 其實這個背後會有一點點不夠貼題 對 不夠貼題 反應不到出來 那方面 但是你說另一方面 這一方面我可以理解他完全錯過這件事 但是他每一次都是會長 他說我已經找到下一件寶物紀戰實 喂不要這樣啦 不是 可以解釋 是一個忍者雲坎來的 那忍者偉大 他的情報的來是100% 不是 那個concept 那個concept是 我是需要知道過程 我不是要知道結果 結果 結果就是我固然知道你一定要知道結果 你知道結果的話 你這套戲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先是 第一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在尋寶這個主題上 我覺得這方面是真的缺乏的 他做得不足夠的事情 就是說 你尋寶的話 你明知道那件事是一件寶物來的 正常來說是很多人去找這件事 但是我在動畫真的看不到這件事 好像只有冒險報那班人 還有其他的小小人去找這件事 他有鋪過的 制和電腸 可能有派人會上去寶藏 但是實際上 你見到動畫主線 其實只有冒險報那班人去衝 其他人都可能站在後面 吃花生等 從來這件事 沒有可能 尤其是你777 作為一個叫做 都叫世界文明的冒險家 他死了 你明知道就是他 有很多可能其他同行的冒險者 或者是道務者 心口任何他同行 或者延伸行業的相關人 應該要瞄著他的寶藏 尤其是你要找一個殺手 你不是 他現在的構思是批親了 777告訴你 其實有片寶藏 只要找到他 我就知道誰是兇手 這件事 當然我明白他是想簡化這件事 但是你給出來的感覺 現在有人會審判這件事 這是一套輕小說 但是我覺得 我不會用這個理由和他開脫 因為 輕小說 就可以把題材輕輕大過 不是輕小說 應該是輕小說的套路才來 不是造成這樣 這個輕小說的延伸話題 例如文學性方面 可以看回鏡花的文 Facebook是有的 所以顯得就是 其實整個 你說剛才其實 友馬和爺行者都提過 整個島裏面 只有冒險部 叫做其他前任的冒險部成員 再加上就是祭 祭了一點點 祭了一點點 他都不是很積極的 還有還有一個集團 我忘記那個集團叫什麼鬼名 聰秋 就是賭上的有權人 很有錢 聰秋就是七重賭本身的七個人 他不會很主動去解破那個迷宮 去拿件事 而是有人拿件事出來 我就用錢賣 你顯得 當然我覺得其實他是想收窄那個故事 不要發得那麼低 就是不要角色那麼多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都未必需要角色 因為其實你看到就是 某些角色的量 其實是過多 尤其是冒險部裏面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除了會長暫時 我在這套動畫裏面 另外那兩個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另外那兩個 只要會長每集一開頭說 我找到線索了 其實就算你剛才說 那位忍者 影婦 還有那位痴女 都是完全沒有出場的必要 跟回來的 有需要的幫他打手 當然你說我們說 OK 前置的東西就說 這個是我覺得整套裡面 無論這個事件這樣去 其實都是不足的 去到 冒險內容方面 其實我也覺得不足 那是隨機迷宮 不是 那個迷宮好像之前有一套 每集玩一個遊戲那種 每一集有一個不同的迷宮 黃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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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是很重要的 冒險是開心的 他是想人們感受冒險的樂趣 當然冒險的樂趣是伴隨於危機 你要背負一個風險去獲得 但你又不知道他想人們背負那個風險 好像要去探索寶物的危機 真的會死人的危機 還是我只是想給你教你人生意義的課程 我覺得他沒有想到那麼遠 即是你去地震體驗館 不如你去地震那裡 這個好像有餘震的 你試一下 是兩件事 不過你見到的其實裏面有個別幾個迷宮 好像說一開始會長 第二場會長 試練那一場 試練那一場 還有會長背面那一場 然後在商場那裡 商場那裡 商場那裡是真的會死人的 我相信是真的會死人的 還有做到好像說 人熱水 人熱水那個應該 未必會死人的 應該是溫泉 不是他接近跌到這麼滾的水 可能真的會死人的 至少我們去到最近裡 那位隱姐影虎先生 跌了下去之後 他沒有死 其實是不會死人 我們要以那個故事裡的人的身體強盪 總之他沒有死 OK 即是你用多馬 連帳箱都沒有 他還可以馬上回來 這個是 他要換衣服 很低級 即是你不會死 但唯獨只有兩個迷宮 就是會長背叛那個迷宮 還有就是最後插針 最後插針 令到某位前任的冒險部成員半身不水 那個迷宮 是這兩個迷宮 是會死人的 半處危險 是的 其實 你給我的感覺就是 大家是對777的 即是當然 777是一個權威 簡直是這個故事裡的一個神 因為已經殺不死了 那個不是只吃布丁的Google BSO的代言人 什麼BSO 不止是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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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故事裡 其實我覺得是 這個主題是出不到 我明白就是他想那些人感受危險的樂趣 而就是 令到就是這樣 那些人其實是否有覺悟 其實我又不覺得那些人是很有覺悟 其實是 你要知道那些迷宮是半處危險 真是會死人 但他們那種態度 那種不是事前資料搜集那種態度 沒有資料搜集 就算是沒有資料搜集 你進入一個新的場景 你知道那個半處危險 你會是很謹慎行事 但是那些人完全不是 好像當一個 你有沒有聽過直衝 當一個課後活動去玩 那種感覺 我們用回第一集 日報之前的挑戰 最後他已經發出一個很明確的 你說八珍從湖 這傢伙就是傻的 有什麼機關衝過去 但天災他不是 天災他不是 天災他是望清災的環境 看上水才走 有見到天災 不是 天災其實實際上 他會圍攻 只有一兩個會這樣做 其他之前都是用肉體拍 硬衝就可以了 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不是說沒有 百分的那個迷宮 因為你叫做什麼 你當七七七 有深思熟慮的問題 你每一個找到迷宮的人 他的特質都不同 其實他和一個迷宮 他不只是百分的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過到 如果你是一個自力零的人 或者只有32的人 你過不了這個迷宮 你某些迷宮會過不了 未必某些迷宮 他其實通常都是 你看到的 重湖 重湖其實是 他可以用正攻法 是什麼呢 我是靠身體能力去避過你所有的陷阱 我是不理 我說知道你裡面有什麼問題 總之就是靠我的身體能力 我可以硬過的玩 他那些什麼身體能力 基本上都不是人類 幾十樓跌到街無事 站在那裡 又再挑戰過 真的會死人 我也是 你當這裡的人的身體能力 是有一個範圍的 你看到那條影褲 那個人也是 去到最後 我想應該超過一百度 他掉下去 都沒事 卓箱都沒有卓箱 就回來了 三秒定論 超過一百度 他說很熱 越近的寶箱越來越近 不知道多少度 但是 以這個範圍來說 其實很多迷宮 你見到就是同時 如果重湖和天災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天災是想到方法 用智慧型的方法 安全 不觸佛任何陷阱去過 但是就是重湖和天災 我直行 就過到了 但是天災的前提 就是透過重湖的try and error 去找個pattern 某些 其實好像兩個迷宮 天災是一看到迷宮 和外面原本的一些天使 其實他已經知道這個迷宮 是用一個什麼邏輯去組成 而應該用什麼相應的方法去處理這個迷宮 但往往重湖就沒事了 你當是兩種不同的冒險者 他們是兩種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 雖然不是很突出 但我覺得算是% 當然 建基於我覺得不出的原因 就是 沒有啊 都不會死人的 你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角 死不到他們兩個 應該說 始終那個男女主角 給點面 一部員都不是人 男主角OK 但我一直都不sure 女主角究竟是這個 主角不是真的一張 這個後話 這個後話 有真意 有真意 故事裡面當然有不同的寶物 發佈 其實我覺得最划死的一件事就是 又是一個冒險的問題 他真是當777是Diablo裡面鑑定的那個人 會死的 會死的 阿媽死了 阿京死了 拿過一個是 這個是A code的寶物 功能有什麼什麼 決定有什麼什麼 都說了 用法是怎樣 就是Google 這個探險的過程就是 你不知道 我最簡單的 大家可能都會有看過的 《道武衛城》 這套電影裡面 人們拿到寶物 不一定會用的 他們可能是要靠 當然 他要靠一些牽使 他要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冒險的一部分 或者他本身是一個歷史學家 通常是背景的 就是歷史學家找 幾幾年前 這個人是做過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 現在的手機都行 全部都沒有說明書 大家都在冒險 你不會 拿了一件寶物 然後問個人 你會看到就是什麼 那件事你突然之間 一瞬間 拿了一件事 你會有一個 疑惑或者有一個K 他問這件究竟是什麼 你想知道它的功用 但現在就是沒有了 一來到之後 當阿七七講完之後 他就說 這樣可以 所有寶物 現在都是這樣處理 不適合他用 等於寶箱裡面 找到一部iPhone 5 死吧 我用了三星 不適合他 不適合他 其實他扔了寶物 這個是挺有趣的設定 因為理論上 這個好像是拿客人 我供了一個迷工 拿一件寶物 裝備提升之後 供了客人為何方便 你見到的 至少在冒險部 我知道主角群 重戶他們這班 重戶的插方機 其實他不是在迷工以外用的 他不是在冒險迷工以外用的 然後學長拿到那支波像 不會充電 學長是沒有想過 這件事 這件事有弱點 就是 你找個USB插頭好沒有 試一下 他可能有USB插頭來而知 你找到一件事 我回到 他說的故事 當會長 找到一件 他認為最適合他的道具 和他覺得是E777 最強的寶藏 然後 你找到之後 他說的理由 那一集其實是很牽強的 他很投入角色的 拿著一支魔杖 當然是要火球的 拿著一支火場 沒有理由 我要變一架坦克出來 射死你或者剪死你 這樣不可能 你怎知道那隻魔杖是放魔法 說不定是支配人的機器 他從來沒有 這個是因為 故事 作者都知道 若然這樣出去 那一重戶是死了的 不用考慮了 願望 你身邊所有真空 你已經死了 所以不是這樣嗎 射你上太空 扔你下來 扔你上幾萬米高空 這樣扔下來 我不相信他不死了 我應該覺得沒事的 男主的身體 不是人類的身體 出於大層 我燒到剛剛不能夠 你也是那句 這個世界的能力的 range 是可以避充到的 不是 他是一個幻想世界 我們不可以用真實世界的準則去測量 即是叫做什麼 他叫做是冒險者和冒險之間的信念衝突 就是很無謂 或者說 我就是要征服世界 然後說 怎樣 用支 要充電的象征服世界 用支 要充電的象征服世界 用支援充電的象征服世界 不問題 你拿著支帳那一刻 你應該立刻許願 如果你知道支帳的功能的話 你拿著支帳做什麼 你拿著支帳做什麼 你拿著支帳就說 我支帳就可以征服世界 然後不停說 你知不知道我支帳可以征服世界 然後就說 好厲害 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其實這件事 我介入的女生應該會這樣說 好厲害 喔 給她的女生賺她 不是 你是要征服世界 你那刻就是要 通常這些什麼 你看很多叫做 我當 這份先當 部長都是一個很奸的人 嗯 一個很奸的角色 在你拿著寶物之後 是立刻許願的 就是為了達到她自己的願望 不擇手段 你不要最後來老馬 不是 拿著支帳之後 然後等了很久 然後她說 她給我這樣 就是說 嗯 我拿著支帳就可以征服世界 然後她拿著支帳就說 糟了 征服世界應該移許什麼的願望 才可以征服世界呢 她給我一個這樣的邏錯問題 不是 她都沒有想過拿著支帳 咦 拿著支帳 原來這樣 而你見到的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 其實所有的用寶物戰鬥裡面 那支帳 某程度來講 真的最厲害 其實是 是 什麼都做到 是啊 其實重複就是那一刻 跟她說 我一定會打贏你 我說 你憑什麼打贏她 就是說 當然她可能朋友說 我明知道你是一個老殘 當然要走開 我認識你這麼久 其實不是很久的 不過你說 我看穿你 你是一個老殘 但是那一集有一個很不滿的地方 就是她那一集結尾 是阿會長害到她 差點在迷宮裡面死了 然後第二集好像朋友那樣 沒事的 那次 我們是朋友來的 朋友互生利用 是不是 但是即使她害到你死 所以你那些角色之間 我覺得說 你要給一個 你亦敵亦友的關係 我覺得OK的 你要賦予這重關係給她 但是 我感覺不到 感覺不到 應該這樣說 應該是心態的轉變很奇怪 錯 她們分得很開 她們 在冒險的時候 冒險的私人恩怨 如果當那場冒險完了的話 那場私人恩怨都完了 哪怕你會弄死我 即是說 一單歸一單 一單歸一單 即是我們入到迷宮 大家都不是兄弟來的 自己為個人利益爭取 我們出了這個迷宮之後 就要放棄所有的仇恨 放棄所有的仇恨 我是你的朋友 沒有問題 即使你知道你的朋友 在這個迷宮裡面 整天滑你一鑊 弄得你差點死 這就是專業 專業 在工作的時候 就沒有工作的態度 但是 你一 你一放工 你就不是一個冒險者 即是說 等於你上班的時候 你同事 下班的時候 一起去玩 你會不會去玩 我相信你不會 我們不是專業 你都不公私分明 搞錯 小時候 阿Sir教我們什麼 就是要公私分明 這樣也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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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句不是叫做 工作是工作 遊戲是遊戲 這樣也不對 後面 大家一起去到這麼多迷宮 應該有個挑戰 心理之下 還相信你 你上次的迷宮 已經滲了一鑊 不同 這件事 都說是一單還一單 就是 他來清楚 開附盤嗎 這一次冒險 你背部是這一次冒險的關係 但是下一件寶物的關係 就是下一件寶物的關係 其實他們是在玩不同的遊戲 OK OK 人格切換 好無聊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點很奇怪 不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在害你的人 你還會跟他做Fan 即是上一段 很奇怪 這件事 什麼上一八三分鐘就可以 上一段時間 什麼上一段時間 上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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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看到的 在這次事件 之後 溫泉的事件 影副都問他 你又滲了一鑊 其實 你又滲了一鑊 錯的就說 你都找他來 那你走滲了幹什麼 你又好像他有 這個錯 這個有得解釋 因為上一次滲了一鑊 他的心有些 漆漆 所以今次做先行務隊 試試迷宮 看看好不好害怕 他不是目的 不是做先行務隊 你想想 他輕生了兩個手下 弄到整天都濕透 告訴男主角 這個迷宮是這樣的 當然不是 他想想偷雞走去偷東西 你今天想想 當然 都是前置條件 無論他在專業模式 和普通模式 他都是一個老殘 大家要清楚知道 部長是一個老殘 不是死的眼鏡嗎 老殘 一個老殘 不要看副眼鏡 有副眼鏡 還不拿出來 一早拿出來用 最後才拿出來用 還不是老殘 OK 然後 他找了白蟲他們 對 白蟲他們 白珍他們幫忙 然後 但是 最後 他想想想 又好像 又好像 又突然間 不太想找他們幫忙 大哥 我們上次選了一獲 今次不知道有沒有選一獲 大哥 那 不清楚 這件事 總之就是 給你 給你的 感覺就是 這傢伙是 牛頭不搭馬嘴 這傢伙是 無厘頭 喪心病狂 無定鄉 喪心病狂 是嗎 是是是 不要緊 但重戶都差不多 半一百兩 都偷了進去 不是 其實重戶角色 其實是什麼 我們都要說 重戶的身份就是 重戶是一個 怪盜集團的 下任當家 道理上 是 但接著他就說 他就不喜歡 制這個 怪盜集團 行事原則 處事風格 他的處事風格 就是 做一個疑察的行為 無故幫人 無故幫人 還有就是 將一些 777的財寶去收集 收集 但 因為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制這個集團 究竟他的 行舌理念是什麼 看看他有沒有網 網上還會有BBS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 即是你想集樂師會 如果部長是一個老殘 重戶就是一個人格分裂者 個個都不是正常人 他就說 我就是不想再去幫人 我就是不想幫人 他現在幫鬼 但是 但是你看到 除了鬼之外 他任何人都會幫 那我違反過 是不是不幫人 他除了鬼之外 他其他人都有幫 你錯了 其他人 是女人 不幫 家裡的爸爸 說完 他不是不幫 他是不幫人 我覺得你這樣說 你記得 阿雪姬來求他 他會願意做的 他爸爸的事他不想理 那雪姬不是制集團裡的人 是呀 是呀 是他師父 如果你說不幫制集團的人 這個妥緝是不成立的 就是幫女人 外面求的是女人 女人求他就幫 你不要這麼有馬邏輯 大哥 你不是有馬邏輯 這個是爛絲的邏輯 是不是 要不要加到他可愛 就是正義 我不管人有鬼也好 女人走上去問他 他一定會幫忙 家裡的爸爸 因為他不喜歡男人 不是 那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這套東西裏面 除了 叫做比較 叫做比較好 叫做比較好一點 叫做統一自己的角色 你不要管 他的概念 各人怪 七七七是一個 他是很 遵從自己 還是他的規則 遵從到他是有 強迫症那類人 這隻有強迫症的鬼 總之有人問他 七七七的寶藏 是甚麼功能 一定會回答 Google 另外 天哉 也算是一個 由始至終 起碼是他跟從他自己的 角色性格 角色定位去做 還有 他部下的那位 魏娘 丹律 那個沒甚麼出場 但他的性格是統一的 他是為了舔天哉的口水 是不是很統一 就算他是一個變態 他是一個很統一的變態 沒有論變態 OK OK 怎麼搞事 當然其實是 這裏不得不提 就算 你說到就是 部長身邊的那條女 都是 他都是一個 切頭切尾的痴女 對呀 終於是 好笑 他叫重 叫重戶過來 重戶過來 重戶過來 對天哉做那些事 他要回到重戶做那些事 真的 而另外 哪裏不得不提 還有一個就是 超級中意的 戰場 不是戰場員 戰場 戰場匪爺 這件事 我覺得是甚麼 他是 講到自己話 不是 害小 他的概念就是 很厲害的 我很厲害的 我很厲害的 我超強 我超強的 不過是甚麼呢 到了一些位置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超強的人 好像喪心病狂 無人性的人 他說 警察 走 你有沒有看廣漫的 鼓滑仔 踢爆炭 都可以見到警察就走 這個是很連歷事 作為一個偷捕物的警察 聽到警察很害怕 是很正常的 這是屬性問題 不是能力問題 他未必真的不夠警察打 純粹是警察這件事 是一個潛意識的 很驚慌的反應 錯了 你知不知道 我那一刻 我是想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為甚麼他會怕的 大家記不記得他是欠的交租 是可能 喂 他說明他不會交的 他不會交 那他沒有警 他不代表他會怕警察 他現在是說甚麼 那女兒追他交租 他說 我現在不交 但是 你猜到來 就不同說法 變了訴訟 上庭很煩 他要馬上走 在兩個空間裡 是有不同的層級 所以這傢伙都是一個大人散 他身上有兩件 他不知道是否只有兩件 但有出場 以知是兩件 以知是兩件 他所謂的殺手間就是他的戒指 就是他找到的七七七報座裡面 他最強的殺手間 其實應該會有些使用上的困難 否則他不會最後才迫於無奈 這個其實 因為你看到效果很強 那是自我暗示 不是實效 你覺得你正在痛 不是真的被人打爆 好搞笑 那一幕也是 你爆肺 我補充 爆肺 可以突然爆 這個是真的 但會不會捱到那麼久 還不死 那是可以的 看是爆成怎樣 當然你說那件是保密的 因為不知道他究竟限制是甚麼 所以是 很難推斷 就是他 戰場 他害怕 他要撤退 原因是否合理 因為無法解釋 因為我們不知道 總之他被天災拋棄了 就說 我知道你那件是甚麼 就是你 你撥不撥啊 這樣就嚇退了他 但是 天災是用很印度性的言語 就是 令他聯想他那件事 可能 天災根本都不知道那件事 天災那個人 有沒有限制 天災那個人 是博的 他是鬥空的 他叫做甚麼 不過這個博是 在故事裡面成立的 就是 所有777的保密 全部都是有缺點的 他不是一個全能的存在 而我不知道最強的777 是否真的完全 沒有任何弱點 沒有任何法則 對 不知道這件事 但至少就是 若然他猜測 就是戰場 既然他還在找到777的寶藏 即是他 定義上 他是未找到 所謂最強的777寶藏 而 如果不是最強的777寶藏 理論上應該有 他應有的 弱點 他就是賭這件事 唯一你叫做 這個島都 OK啦 我給你過 OK OK 是甚麼意思 因為 我們不知道 那件事的限制 我們沒得說 你要選第二季 這件事也有第二季 很難說 現在 因為 迷高死的學生 女學生翻山 不解釋 他後面做完那些 剪影畫面 不知道做甚麼 我對那裡 真的完全不想怎樣 你見到 他好像被捕鬼了 甚麼事呢 不知道 其實一開始 已經覺得777寶藏 是被人殺了 接著 藍珠哥要幫他找兇手 但整套童話 是沒有交代過這件事 他整個心態就是 當他住在這個 幸福莊 幸福莊之後 在一個刺隔裏 Gathering 在刺隔裏 和滿書Gathering 找到本日記 跟著他看完本日記之後 他就想幫那隻鬼 你不要問為甚麼 本日記是女人寫的 所以女人的要求 他不會拒絕 OK 很難說的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一開始 因為其實他說 上任的 我看到戰場的時候 哎呀 不是他 當然 這個誤會 很快就釐清了 我也明白 但是你說幫他的原因是甚麼 其實 因為你很涉及於 就是本身 男主角 白尊床 白尊床 他那個 人的性格是怎樣 但是我去到現在為止 我還未看到這個人的性格是怎樣 所以這套東西比好的 就是每個角色 其實是很之離譜 而找出來的寶藏 也沒有所謂的起承轉合 而很多時候的寶藏就是甚麼 尤其是我會長說 我真的不想用 我真的不想用這件法寶 但是始終都拿出來用 對 一要打敗你就要讓 天災就不會用 從戶就拿來專搜他人 他永遠都會保障 不知為何 還有他的寶藏找出來 他沒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幫到護士的發展 或者是 對攻略下一個迷宮有甚麼作用 剛才明說了 駱克人不是因為駱克人拿完的寶藏 下一個寶藏用得回來 他不是因為駱克人拿完 他不會升級的 就變成很多輕小說 轉成動畫的問題 就是這裏 輕小說就是一本完 那個故事就完 但是動畫不是這樣 動畫是整條 整套來看的 就變成如果做 雜與雜之間 變成沒有一個連貫性 整體上你說 作畫和一些動作 我覺得我會給一個 動作可以的 甚至有些中上程度的表現 但是 作畫應該不差 但是我覺得 不是故事差 今次我不會覺得是故事差 今次是角色描寫得差 所以令到故事沒有 但其實會不會是圓著的問題 還有很多東西差 那個OP OP好像是垃圾級 因為小弟近年看動畫 其實是很少看OP OP有天災有得 那個OP就是每個角色 放一些中二姿勢 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看這些動畫 如果你剪了12集的OP 可以省一整集的時間 那你要回去看看 哇 很合理的計算 你剪了廣告 那個地下就會綁住 不是 那支應該挺好用 那支應該挺好用 那支可以的 不只是最後那個幕內用 還有中間那個 那一集那裡用 那一塊叫唯一一塊有用的東西 所以整個東西裡面 我覺得各方面的問題 除了就是什麼 看完這套東西之後 其實你所有角色 究竟他有什麼背後原因 不好意思 你全都不知道 不是其實我看 有 天災想出名 其實很難說 現在他根本上沒有說過這件事 出名 出名的話 我應該要馬上拿一件寶物 然後登報說 我已經找到一件寶物 但你不是 他上了電視 他做過一件小寶物 當他要破案 他想出名 然後人家當他是賊 然後他現在找寶藏 想不到新聞 就出不了名 講完 他找到的 有很多人找到寶藏 但他變成最後就是什麼 他是一個 藍珠駕從戶的協助者 無論他找到寶物之後 沒有的 你是不是想要 我給你 不是 其實任何情況下 工量迷宮 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天災的角色 其他人根本不太重要 叫做什麼 其實他現在的故事 那件寶物 在找到那一瞬間 就很垃圾化了 沒錯 I am說這件事是完全是對的 真的是垃圾化了 所以找到那隻公仔 其實是找到那件事 然後後面有少少 五至十分鐘 說那件事有什麼作用 用完一圓 然後後面那幾集 就不會見到它 你要知道 找寶物 就和你草屍之一樣 你找之前 你會有一個奇妙 找到之後 你看完一次 你會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 有個解釋 知道名字有幾奇怪之後 然後就沒有了 那是 所以我覺得 所以沒有 我覺得在這套事 沒有所謂 角色描寫 其他 OK 但真的想看角色描寫 或者你會想 你會覺得 你會喜歡那個角色 那種感覺 是不會給到你 還有劇情上也帶不到一個我很想看下去的那種感覺 因為太散會的故事太獨立 因為角色和角色之間就是大家很專業地失憶 會忘記在那件冒險裏面發生的任何事情 其實我寧願說這件事 入迷宮的時候你出來就會忘記迷宮那些 都可以 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演法 大家都很專業 經驗性不會繼承 最少不會那麼奇怪 有些不是惡魔謎題嗎 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什麼 那不是沒有心理 哪怕在裡面害死了一個人 我都會不記得 純粹是外面世界少了一個人 然後他出來出來 是不是還有一個人 不過我不知道 剛才的冒險真的很開心 他不會記得那個冒險 他會記得那個感覺 很開心 純粹是記得那個感覺 但裡面做過什麼 我不太記得 那不是沒有心理壓力嗎 可以 我覺得這個 這個真的是 贏人姐說這個真的是一個不錯的 不是 看看可不可以寄信給原作者 叫他考慮一下 這一套我們去到 我們去下一套 如果剛才提到 我們去和我們去查看 我們去查看